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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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億萬大贏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黃世民 那麼今天這個盤我想很失望 就是昨天那種開高走低 造成的一個緩濁的效果 那麼今天在美國股市 NASDA的下跌跟半導體的下跌 台灣股市開了一個三點高盤 既然是三點高盤盤中拉台階假象 你看拉到平盤又掛掉 拉到平盤又掛掉 全部掛下來 那麼尾盤才會拉上去 因為今天是周選擇前的結算 我昨天就已經預告了 明天是MSCI的調整 這兩天影響台股非常的重大 所以在必要的時候採取必要的手段 是目前所採取的策略 很多消息是利多的 但是在台股啊 竟然是用這種拉高反而下殺 昨天的陽明爆出了457億 這是歷史上難看到的 然後呢今天爆出了什麼 美國的一兆美元的基建案通過了 激勵鋼鐵股大漲 結果呢今天鋼鐵股彈花一現 只有漲0.57 我前幾天也跟大家講 鋼鐵股要漲就看2002 2002假如增長的話 這個股票是真的要漲 真的要漲 那麼今天它不跌 表示它還是有機會會漲 我昨天也有買啊 我買5009 我買這種股票 我買這種股票 它不會跌啊 我帶回緣來我這邊 我帶它買什麼 買聯電 不會跌啊 對不對 我昨天賣什麼 賣6509 不好意思 跌停板 有沒有看到 我賣掉就跌停板 那長農 陽明就不談 陽明因為它是關鍵兵 明天才開渣嘛 今天先殺下來 先殺下來也好啦 明天就會漲了啦 我不是說再安慰你 不是這個意思 本來這個行情啊 這個季線的支撐 就本來很薄弱 會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今天要收繳很難 周勢才會漲 今天不會漲 周勢才會漲 轉落了 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 4000 轉落 它今天也是達到了極限 上次沒有到極限 這一次達到極限了 那麼長農今天 固守極限了 沒有守住就麻煩大了 拉高要先出 拉回要買再來賣 或許你看到這個 老師這個怎麼叫做拉高要先出 或怎麼樣 你要做什麼動作 我跟你講的是什麼概念 長農在這邊 你們每個人看到的利多都會去搶 昨天很多人去搶 我所知道N個老師去搶 N個不知道幾個 我跟妳講的是什麼 橫的越久 速的越高 橫的越久 速的越高 今天再打下來 也是在這個範圍內 也沒有必要說 你今天已經它跌下來了 你就不用挫它了 沒有 再沒有跌破 這個時候你要做動作 不是在跌破以後再來做動作 而且妳子股要控制好 不能全部壓下去 我已經講過了 那妳看我今天 我一大早 我就發這個抠信 9點多 一點點 2603子股交多者 在140塊以上 紅高減碼三分之一二分之一 待落底時再買回 今天的長農 你140 最高141塊半嘛 我花的是140塊 你可以賣到嘛 對不對 減碼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嘛 待下來落底再進場 把資金牽收回來 這是不得已 不得已的手段 以降低你的成本 譬如說我今天賣140 那我今天回來 要怎麼買都可以啊 這差10塊嘛 我20張就差20萬了 要用這種方法 來挽救你手上的股票 不是說我一張都不賣 這是錯誤的觀念 你賣了以後 回來再把他接回來嘛 一樣一塊零嘛 但是你只要看他硬跌 硬生地跌下去 你束手無策 就是把他手上的股票嘛 你一隻握握要把他手上的股票嘛 走過去嘛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道理嘛 那麽今天這樣殺下來 沒關係啦 黑小股料啊 全無妄啊 我想很多人是這種概念 人家說打刷疼害 進去廖廣崗崗啦 也就是說你前面賺的 可能就賠掉了 廖廣崗嘛 打刷疼害嘛 這樣把它吞下去也是 你刷疼害對 所以要怎麼會放你去 要怎麼有東西我看到 就說廖廣崗 你們不要那麽悲觀 我跟你講 今天它下跌了 我不是在安慰你 我就長線的眼光 我告訴你會什麽樣的答案 但是我現在跟你講說 橫得越久 束得越高 你絕對不要去做最高 這一句話很清楚的告訴你 橫得越久 束得越高 它在這邊橫得越久 束得越高 將來就會上去 那很簡單 你就圖解圖好了 這裡假如說是中段 就假如說主身段好了 還有一個陌身段嘛 那陌身段依我的經驗 一定會到類似到這邊 它將來會談到這邊 至少會談到這邊 會談到這邊 也就是168以上 至少會到這邊 將來的 不是現在 搞不好還不止 那假如像深烘那樣子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深烘是從128塊 直接攻到373塊 它是再走另外一個邪惡第五波 現在拉回了 現在你就不要買了 那種已經漲完了 你就不要再賣 長龍還沒有 你覺得它這樣就算了嗎 其實很多人把它當作景氣形狂股 錯了 景氣形狂股是景氣最高的時候 本利比最低的時候 是賣股票 本利比最高的時候 股價最低的時候 賣股票 這叫做景氣形狂股 像面板2409 這就是景氣形狂股 你看它創新高以後 就從此不再 這叫做景氣形狂股 我們6塊去那35塊去7倍 要去8倍 對不對 是不是 7倍 像這種股票就是怎麼樣 它業績好 它現在已經所謂的 這個叫做景氣形狂股 長龍2603 它是帶動這一波指數 突破所謂的 1萬8是靠它的 那麼現在這裡大盤在做盤整 在做修正 也是針對它去做修正 也是針對它去做修正 在季縣這個地方做修正 這裡跌破上來 這裡都是長龍在表現的嘛 是不是 我5月14號買陽明買71塊3毛 5月17號買陽明買66塊6毛 上去87塊加碼 上去87塊加碼 100塊加碼 到220塊賣了幾乎賣光 長龍我從6月1號開始做起 先做陽明賣賣279% 從4月23號開始做 長龍從11月1號開始做 我有賣喔 我賣都公開的先試喔 我想你長期看我的節目的人 我公開先試你應該看得到我在講什麼 對不對 萬海 我也是11月1號開始買進 平均價格153塊 我在這邊買的 漲一波我在這邊 我認為它有行情 這一波我足足的賺到 我沒有賣到353塊 我沒有賣到那麼高 我賣到334塊 平均327塊 平均337塊 我沒有賣到這裡 因為這裡看不出來 但是我在這邊就看得出端倪了 欸 這要消息嗎 先不換 再來不行了 退 全部退 平均成本 平均賣價327塊 跌到200塊 我再搶一次 出去以後我就不搶 我公開想我為什麼不搶它 它沒有再更好的誘惑我的 它的動機已經沒有 因為它的優點在哪裡 籌碼乾淨 到這邊它已經沒有 讓我動心的地方 所以我不會再去做它的原因 也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原因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有這麼好的基本面 當然啦 很多人說 這基本面這麼好 其實你把它 跟其他的股票來比 你會很安心 為什麼 因為現在 現在是這個價格 130塊左右 好 我們來擠一個 很接近它的130塊左右的 叫做順德 2351 2351 這個是在做IGBT 導線價的這個 這個封測的導線價 當然這個門檻很低 它跟日本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技術回來 所以它跟這個5285 它這個跟它買這個技術回來 做這一波 已經做完了 IGBT已經做完了 Over了 你不能再去買它了 我甚至跟一個大戶講 它有很多張 我說你這種股票享受本益比25倍 假如說它賺5塊就是125 它假如賺5塊多的話 前幾天一直在出利多 它賺2塊7毛4 你看一直在出利多 他一直在出利多 對不對 哇不得了 忘到明天滿手訂單 對不對 2塊7毛4 2倍嘛 5塊4嘛 5塊4乘以25倍 你到哪裡自己算 黃世民就跟他這樣講 他是大戶 他報很久 十年謀一見 報很久很久很久 這個人報很久很久 我跟他講這一句話 李虎杯 他報上又報下 我跟他講25倍的觀念 那今天陽明多少倍 長榮多少倍 今天的長榮 131塊 他多少倍我請問你 幾倍 他賺 假數說啦 他賺了30 30塊就好了 十幾倍 四倍 還不然四倍三倍 你說他四倍多 那個25倍 怎麼差這麼多 因為他電子股啊 為什麼電子股會這樣子 他成長 他受到所謂的 投信法人的喜愛 那現在長榮現在不是 他受到人家的氣養 包括外資 在昨天那種情況之下 竟然砍了一萬八千多張出來 無所不用其期的打壓 對不對 是不是 他無所不用其期的打壓 昨天連賣兩天 一萬七一萬八 一萬八一萬七兩萬多 總共賣了四萬出來 你說今天他會這樣也離手當然了 籌碼沒有得到歸數 既然籌碼沒有得到歸數 那對不起 我們繼續繼續的 繼續繼續的盤吧 盤到他不想盤的時候 他就會大漲 我剛才也從技術分析跟你講 未來他一六八一定會再來 但是問題是現在 你受到的這種殘酷的折磨 是很難過 唯一的辦法先出 你忘記你的成本 先出下來再把它接回來 不一定今天接回來 我看你怎麼跌啊 跌到哪裡啊 再來啊 所以這個是基本面OK 技術面也OK 問題出在籌碼面 籌碼面是不是穩定度 這是我們四面雙二 四面雙贏的這個方法 我前幾天也在特別寫了一篇文章 告訴你什麼 這篇文章是在一個深夜的晚上 我手寫的 晚上兩點鐘 因為出了一個大好的消息 長榮做了257億的生意 我看到有人去貼 貼根據CFI CSFI 他手標出來的數據 所以我趕快寫這篇文章 SCFI這個數據去計算出 長榮會賺 第2020年會賺40塊 我看到這篇文章 我趕快寫這篇文章 來跟大家講 貨櫃三雄的基本面 其效用不是很大 尤其是用這個去計算EPS 不見得是正確的 重點在籌碼面得到歸數 才是重東之中 我的目的何在 我跟投資人講 你們不要看的東西就跳下去 我相信昨天看到長榮賺2020 會賺40塊的人 我跟你講 昨天絕對跳下去買 146、147 就是這一批人在買 我黃世民跟我會員講 不要買一張都不要買 為什麼一張都不要買 當然不能買 因為有你們這些 所以我要做另外一個動作 出 等到回來我再來買 你昨天以前 看到多少的航海王 多少的鋼鐵人 在那邊大聲地呼叫 我要解救你們 趕快來逆短勝 來加入我的航海班 加入我的航海王 今天 昨天就已經消失逆跡了 你什麼叫小 只想是為了會銷鎮利劑 我戳掉了 我只有買散裝的 我戳掉了 你真笑的 散裝會是貨櫃王嗎 會是航海王嗎 人啊 人在做天在看 做人要腳踏實堆 不能欺騙消費者 不能欺騙導賊人 這是我黃世民 永遠保持的原則 為我們的導賊這麼幸福 是我的人生的任務 親愛導賊朋友 黃世民說是你的好朋友 永遠跟你騎到上面 絕對不會做那個 黑龍陌座的事情 黑龍世道的事情 我看不去 我看不去 我看不起這批人 我有沒有講過說 我要當海海王 航海王 你看我的節目 我有沒有講過我要當海王 航海王 我從來不敢當 我只是一個 常見多者 常見操作的一個掌舵人而已 治者不貨 勇者不济 如此而已 我守任務就是說 投資朋友到我這邊 至少我沒有帶你亂買 對不對 至少我懂得帶你先跑一下 這是我守祈求的 作為一個保護王 投資朋友 真正保護你的 不是那些航海王 不是那些航海班 而是黃世民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最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買點 0223516168 0223516168 0223516168 摩爾堅持 用心旋骨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最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買點 0223516168 0223516168 0223516168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現在外資 期貨的周顯摺錢 也快要結算了 現在在做拉抬的動作 這很正常 這個就是拉尾盤 在市場上能夠告訴你 這些的人不多 因為我本身就是 期貨分期師 我很早就考上了 不是後來考上那些 你們現在看到 那些分期師 都後面了 我93年就扣掉了 扣第一名了 我期貨的經驗非常的豐富 外資的比現在貴我還不知道 我是讀他的書的 我以前就讀他的書的 所以我了解他在幹什麼 我讀期貨都是讀言文的 我讀言文在 在我們台灣的考試考第一名 做期貨了 我非常了解 所以 你就期貨你怎麼會贏外資呢 你沒有他的DNA 你怎麼會贏他呢 我是偷看他的書啊 那時候台灣沒有這個書啊 我都從國外把它拿回來的 所以我了解他們 我跟你昨天前天我就跟你講 外資搞什麼鬼了 揚民 昌隆就是橫得越久 素得越高 但是 該閃的時候要閃一下 我們今天閃一下 我應該在昨天閃沒有 我昨天沒有閃 因為昨天那個消息真的太迷人了 相對的 買股票我也是有原則的啦 我不會亂買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能夠三贏 買三立三勝的股票 不亂追股票 代金一定代出 我不會不理你 你放心 沒有業績的股票 你叫我去買 叫做5227 這點是說兩港鐵亭板 要靠沒辦法 我在這一天的時候跟你怎麼講 沒有業績標太過了 不能買 我買季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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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出63塊半 出63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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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跌零板 跌零板沒有關係啊 我還要再買啊 回來再買啊 我就是一波一波的做 這一波賺50% 這一波54塊 到63塊五毛 賺17% 拉回再買 做工做有油嗎 有油嗎 63塊以上出 出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買的時候也公開講 我要參加除息出銜 對不對 我買聯電 我漲碼還買60塊 我也沒在賊 我買50% 我買50% 60% 2303 今天大跌又怎麼樣 也不過淋數 今天還卡拉到61塊咧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要散 散不應該去亂買股票 我昨天買什麼 我昨天買5009了 我買這個股票了 27塊6毛了 今天最高到28塊7毛了 大盤不是跌嗎 我的股票就不會跌了 對不對 為什麼 來行嘛 看有嘛 買抗跌的股票嘛 對不對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到現在 你真的要覺悟啊 不要亂買股票 你都跟著黃世民來 我們買財報三立三升的股票 這些股票將來一定會發酵 包括鋼鐵股 包括航海股 包括電子股裡面好的股票 我昨天就跟你講過啊 那些找你做航海王的那些人 誰敢來做航海股票 敢來做鋼鐵股票 誰給你幾天 電子股也成的賣啊 當你再再來賣嘛 對不對 OK 所以你不要狹隘到自己把它綁自己 好 我看人家可以做這個 誰敢鬧那個事情 我肯定是你的啦 錢是你的 要買什麼都可以啦 有錢最大啦 什麼最大 有錢的人最大啦 有錢就有材料 可以買股票嘛 你比較少沒關係 不用錢 不要亂支揮不來 頂五支的 頂五支的同樣的錢 五十萬就夠了 那麼你沒有辦法參加 沒關係 歡迎參加 你的好朋友 黃色明的Line A 挑個人 小老鼠墨有娛樂包 有幾檔的做費錢 我把好的消息公布在那邊 還有一點 你假如說你的股票 漲不動一直跌 沒關係 來參加我的Line A 小老鼠墨5168 我來幫你來換股操作 今天的投資朋友 充滿了希望的明天 今天過後 外資結算 週選這天結算以後 明天又是一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祝大家操作順利賺大錢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謝謝各位 大陸電影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